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是主持人圆圆 中国是一个戏剧大国 中国的一大剧种昆曲 则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了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宝 它不论是在中国的文学史 戏剧史 音乐史 或者是舞蹈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堪称中国戏曲艺术的极大成者 昆曲原名昆山腔 昆腔 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和剧种 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 现又被称为昆剧 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也是明朝中叶至清代中叶戏曲中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 被称为百戏之祖 百戏之师 更有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 昆剧是中国戏曲史上 具有最完整表演体系的剧种 它的基础深厚 遗产丰富 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成果 在中国文学史 戏曲史 音乐史 舞蹈史上 占有重要地位 昆曲的表演也有它独特的体系 风格 它最大的特点是 抒情性强 动作细腻 歌唱和舞蹈的身段结合得巧妙而和谐 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 现在昆曲已被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 非物质遗产名单中 并名列榜首 双波秀 表示恐惧惊慌的意思 要颤动手腕 使水秀波动 表示夜间走路 常用这种左右半折秀双看脚的水秀动作 看脚的时候 不要弯背 头不要太低 汤贤祖是我国继观看清之后的 又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他在诗文等文学创作和戏曲编导的研究上都有所建树 但是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还是体现在传统戏剧的创作上 其中最快智人口的就是 《临川四梦》中的牡丹亭 牡丹亭是中国戏曲史上影响最大的传奇剧本之一 内容描写了官家千金杜丽娘对梦中书生柳梦梅 亲心相爱 竟伤情而死 化为魂魄寻找现实中的爱人 人鬼相恋 最后起死回生 终于柳梦梅永结童心的故事 牡丹亭是汤贤祖在文学思想成熟期的颠峰之作 其起伏曲折的剧情 华美精炼的磁藻 和带有伤感色彩的浪漫主义风格 是此剧成为至今依然上演不衰的经典戏曲 牡丹亭的问世不仅仅是汤贤祖个人的成就 也是戏曲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辉煌之笔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这部经典的昆曲大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百分之旎 准认实我 took奖 LOTO 学会 理 GDP gave byДง repet 했습니다 趋劈非常快的道路 出а for introducti 和体是石头ens 但是,刃 the music was intended for 终于传扮便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说明预期的过手 你只剩下 看似你 你的眼睛 你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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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你的眼睛 你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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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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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